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很多人看到了 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演员最大的收获 我自己会更加努力去坚持 把演员这条路走得更好 更长 谢谢所有支持琉璃这部戏的观众们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第三个问题来了 思奉身上我最欣赏的地方就是两个字吧 不悔 因为我觉得他做事情没有求回报 就简单的说就是像身边有一些人 他帮助过一些人 做一些公益等等 他都不求回报 所以思奉身上这个闪光点特别我欣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